唉 這車子不知道為什麼 欸怎麼了啊 欸這不是二手車界的獅董嗎 看到一半它突然就熄火 你可以幫我檢查一下嗎 熄火是不是 嗯 欸熱車的狀態熄火嗎 欸對 好我幫你看一下 謝謝喔 你這邊有個插頭鬆掉啦 喔真的假的 好的好的 這樣應該就OK了 有沒有空可以進去看一下啊 剛好可以換車是不是 喔對沒錯沒錯 好啊 我帶你去繞一下好了 就在後面而已 好的好的 欸小四哥你今天是準備要忙什麼啊 喔我每天的時間就是健身啊 然後錄影拍片啊 YouTube啊 然後公司的 平館啊 欸小四哥你是哪裡人 台中 台中喔 台中出生 我爸爸是彰化 但是我在台中待的時間蠻長的 住台中 你印象最深刻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馬子啊 就馬子 就馬子 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怎麼把台中馬子 沒有多少時間 那如果台中跟台北比較起來的話 你最喜歡 台中 住台中 因為馬子 不是 我們這樣講馬子都膚淺 台北步調太快 台中其實真的比較悠閒 然後天氣也很舒服 那你最喜歡哪個單元節目 我自己的嗎 對啊 我覺得我單元都很棒耶 每個都喜歡 最喜歡的 哇 你要賣多少 我們孤車的時候 比如說 車上有那個 長一把五四刀的啊 蛤 真的假的 對啊 還有孤車的時候 車上有情趣用品一整包的啊 對幾乎 你想得到很多我們都遇過啦 是是是 更不要說 那個 有燒炭的可能性 你平常都聽誰的歌 其實我最喜歡的一首台語老歌 是 是 《紅蓉紅》的一首歌 叫做《憂愁的牡丹》 那你來一段啊 那個 我在旺中有看見 白色無淡淡淡淡淡 哇 我跟你講兩句 兩句都打趴很多人 處理了啦 好不好唱片公司 來聯絡一下 沒問題 念Rap我也OK的啦 那你最欣賞的YouTuber是誰 我最欣賞YouTuber 這我還真的沒有思考過耶 我滿喜歡看 嗯 博恩的 那你覺得生活中不能沒有的東西是什麼 老婆跟小狗啊 那你最希望戒掉什麼嗜好有沒有 喔 我跟你講 這我很有感觸 我最想要戒掉 我對我老婆的愛 遇過老婆給你什麼不合理的要求 你一樣把它達成 再艱難都把它達成的例子嗎 你應該要問說 有什麼要求是合理 恐怖分子跟女孩子的差異是什麼 你知道嗎 恐怖分子可以談判 那你現在有最想擁有的東西嗎 我的老婆跟我的小狗都是永遠的 所以你老婆是你的初戀嗎 不是 我覺得這個不能這樣 很多人喜歡問這個問題 說你老婆是不是初戀 我跟你講不是 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它是 就是第一次可以touch到這麼深刻的地方 那也算初戀 以前前面雖然有很多 但是都是 前面只有前面幾寸是舊的 裡面都是新的 小師哥你是早起的人還是夜貓子 夜貓子 那這樣平常晚上不睡覺都在幹嘛 工作 那你有沒有最害怕的事情 失去小狗 那你覺得現在有沒有讓你覺得有遺憾的事情嗎 其實我不太有遺憾 真的啊 因為我不會花時間在想遺憾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最愛看的YouTube頻道是什麼嗎 我幾乎只要一上片都會看的應該就是老高吧 你現在目前最想和哪位名人或YouTuber合作拍影片嗎 可能館長比較接近同溫成一定 那你有沒有最愛看的電影 基本上我對於電影是很沒有深度 噴噴噴噴噴那種 復仇者聯盟應該很喜歡吧 對啊都看啊 那你最喜歡裡面哪個角色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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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Iran 我覺得鋼鐵人馬很多人很喜歡 雷神也不錯吧 有沒有哪部電影啊 曾經讓你哭過最慘的有沒有 讓我感動其實蠻簡單的 就連看動畫我都會 有些像你的名字那種有沒有 生路在裡面 我會融入在裡面 那有些人可以在邊邊看邊快轉 邊看邊快轉不是男生會做的這種嗎 那個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 然後你要找那種有倒數に時間比較好抓 如果可以跟一個歷史人物聊天啊 你最想跟誰 真的發明電的那一個嗎 真正的特色 因為我懷疑他是外星人 那如果哪一天 真的安排你跟他見面 你最想問他第一句話是什麼 你到底是怎麼樣 讓這個電動車可以開這麼遠 傳說他有一個 不知道是用什麼東西燃料 不是汽油就對了 是是 去驅動的車 然後可以開的里程 比現在的特斯拉還好遠 這一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 許我老 那你覺得做過最愚蠢的事情是什麼 你娶我老婆 不是 哇我們現在回到車場了 大概一百多台車 看一下喔 好 自從拍了YouTube的影片 對生意上有很大的幫助嗎 有啊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換了很多的平台 你從 以前最初期的路邊貼紅紙條 開始賣車 然後之後有什麼 蘋果日報雜誌報紙 然後 再來什麼Yahoo的網站 拍賣啊 拍賣啊 是 然後一直到部落格 一直在到FB IG 到現在YouTube 每一個平台都是讓你尋找 你的同溫層的地方 那你的客戶最遠從哪裡來啊 全省都有啊 真的喔 台東花蓮 屏東 高雄 台南 你想得到的 因為現在一日交通圈 所以其實 南北兩地已經沒有很明顯的那種 距離上的 移動的差異 再來一個可能是二手車的這個行業啊 是 有太多 比較 不為人知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為了好的品質 好的服務 那他們更願意跑 跑一趟路來跟我們賣 覺得怎麼樣才叫一台好的車呢 你知道 可以幫助到一個家庭 它都是一台好車 幫助到一個人 它都是一台好車 最喜歡的車款是哪一種車款 身為一個專業的愛車人 什麼樣的車 我都應該要嘗試的去喜歡它 那如果之後我這邊買車的話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可以在哪個平台找到你嗎 任何的平台 很多都有小編 我堅持都沒有小編 有時候有可能下班 12點 1點 2點 我才會回覆問題 但是一定都是我親自看過 回覆的 第一次買二手車要注意什麼 早小時啊 不用給你建議啦 這是最良心的建議 這不是宣傳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討厭 可以浪費時間的 所以我不喜歡把時間花費在 我要找一個良心店家 然後我要去研究這個車的行情 多少錢 我要去研究說 有哪些地方它有可能騙我 可是你為了這個事情 然後你付出了這麼多的時間成本 然後只為了要買到一台這樣的車 那我認為 你來找我的話 你是最節省時間 要拍片啊 對對對 不好意思打擾你 那我做時間 有空再來聊一下 好沒問題 沒有買車沒有關係 錢留下就好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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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